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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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这个方法的成功率并不高 这个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珊娜 做了一件事 终于使了天花被灭绝了 天花也是到目前为止 世界范围内被人类消灭的第一个传染病 珊娜出生于英国格洛斯特郡地伯克利小镇 是一位有名的外科医生 她生活的年代正是天花在英国大爆发的时代 杀死了百分之十的人口 见到朋友和邻居很多死于天花 珊娜非常痛苦 为此 她跑遍了英国的乡村田野 寻找一切有价值的治疗线索 除 珊娜在乡间寻找破解千花之道 一个牛奶厂给了她重大喜事 她发现 这个奶厂的鸡奶女工如果 传染上牛豆 就没人得过天花病 牛豆是人畜共染类病毒 和天花很相似 但对牛没有生命危险 对人的伤害更是微乎其微 詹娜觉得她找到了答案 1796年5月 詹娜说服了自己的园丁 给她的八岁男孩詹姆斯菲普斯 注射了一剂从一个奶厂女工手上的牛豆包液 男孩患了牛豆发烧 一个多孕后恢复健康 接着 詹娜在她伤口上滴入了天花豆业 奇迹出现了 男孩没有感染上天花病症 图 詹娜为八岁男孩接种疫苗 詹娜还觉得不保险 又在两年间做了23次人体实验 包括她自己是一个月大的儿子罗伯特 结果是一致的 但凡得过牛豆的孩子 都对天花病毒免疫 图 意大利雕作家的作品 詹娜为儿子接种疫苗詹娜 在1798年公开发表了研究成果 向外界宣布肿牛豆会预防添花 一开始 很多人不相信 尤其是英国皇家医学会认为 她是个骗子 英国民间 也对注射牛豆很艰恐 传言人会长出牛的肢体 图 当时的讽刺漫画 称接种牛豆后人会长出牛的肢体 但是 英国之外的国家却如获至宝 纷纷尝试摘纳的实验 并全部成功 短短十年内 牛豆接种术 迅速传播到全欧及美国 法国皇帝拿破仑 将自己的孩子及军队 全都进行了牛豆接种 他当时正在与英国交战 因詹纳的请求释放了两名英国战俘 拿破仑说 我不能拒绝人类最伟大的恩人之一 美国总统杰粉讯给詹纳写了一封信 人类永远铭记你的功绩 我们的后代只会从历史书上知道 曾经有过这么一种可恶的病照天花 但被你消灭掉了 英国人已幡然悔悟 政府奖励了詹纳三万英巴 詹纳把大部分奖金买了一座房子 给了甘愿第一个做实验的园丁一家 感谢他们的勇气和牺牲 图 詹纳拯救了无数孩子 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 天花在全世界反 唯背根除 詹纳背后是尊称为免疫学之父 但他并不是免疫学和微生物学专家 甚至不是第一个想到牛豆预防天花的人 但他是个勇于研究和实践的医生 终于为人类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图 英国纪念詹纳的雕像拯救世界的火 绝不是超人和蜘蛛侠的专利 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也能做到 如果没有乡村医生詹纳 没有八岁的园丁孩子非普斯 人类还将有无数人死于天花 最起码 今天的街上满是大麻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